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佳月 今天是小满节气 俗话说 小满小满 卖力渐满 走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小麦长得怎么样了 Hello 石老师 我来了 这卖钱真不好走 我都害怕把麦子踩坏了 小心点 别给我们踩坏的太多 您今天是在干什么农活呢 今天这不我们在浇水嘛 就是在卖收前 就最后一次浇水了 现在小满节气前后 麦色长得成什么样的呀 现在你看到它其实还正在属于绿 但是也已经有点发黄了 因为马上到盲种这个节气之后 就是陆续的就能看到我们就开始采收了 摘一个麦粒 然后可以看看它里边已经开始灌浆了 但是它还没有饱满 灌浆完之后 它会硬的 但是你看现在它刚刚是一摸起来 还有点软 可以尝一尝餐 还能吃 真的可以吃 对 甜甜的 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糖 就是叫宜糖 其实就是麦芽糖 这么大一片麦田 也没见到特别多的农民 对 现在我们其实是既在传承 又在创新 全程是几千年的农耕的智慧 但创新的是在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需求 还有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的基础上 比如说可以有一定的机械的应用 这样也可以减少农人的体力劳动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喷灌 又解水 而且它能够让小麦的这个顶部嘛 最好的去吸水 中国的乡村其实还是特别需要人才的 尤其是特别需要年轻人 所以我当时就想 其实广阔的田地上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事去做 像小满节气 在吃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 小满有三后 一后是苦菜秀 就是在这个小满节气到来的时候 这个苦菜它长的是最好的 进入夏季嘛 夏季它非常炎热 那这个时候呢 吃一些苦的东西 它其实也有利于调节人体的一些平衡 那咱尝尝降降火 好 刚入嘴的时候 还刚想说很香 然后后劲就特别苦 其实你再回味一下 它还有一种甜 所以说就是先苦后甜 就像人一样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在你也许最热的时候 你需要降降温 只有你体味到了苦 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甜 它都是一个对地平衡 那就像您当时从国外流行回来 然后又选择了当农民 那这算不是自己选择的一种吃苦呢 当开始创业的时候 在一个村子的小院 连卫生间都没有 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农场 也会觉得说 你干这个农业多苦 其实这种我觉得苦和甜 它是一个人主观的认知 只要你心中是有力量的 你不会觉得多苦 很多节气它都是有小和大 但是只有小满这个节气 它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其实我觉得也意味着说 其实它是小满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你觉得当下您的人生算是一种小满吗 当然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 你要把自己安住当下 就像我们大自然一样 你看它的这种变化 它其实更多的告诉你 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它给到你的这个节气 你就去干这件事 当然人都应该有梦想有目标 但不是说就是你要为了 那个所谓的梦想和目标而焦虑 而是关注在当下你这一刻 你所想的和你所做的